Hello,Hello,大家好,我都说也不怕了喝 出乎意料,练胸以后肩背都有感觉 肩膀也比练背以后还舒服 今天挑战军级危险护卫练肩 如果今天的锻炼结束还没有问题 我就可以正常锻炼了 说说所谓的激活和放松 激活就是调动那些应该工作 但平常不工作的肌肉告诉他们 小老弟,别犯懒了,该工作了 放松呢,正好相反 就像一位老大哥,既然小弟不工作 那我就顶上吧 所以放松就是告诉那些超负荷工作的老大哥 休息,休息 斜方机就是其中的老大哥 很多人锻炼的时候都不希望斜方机带场吧 那么试试运动前放松一下斜方机 让老大哥也在运动中好好休息一下吧 坐姿,雅玲推肩 主要锻炼三角肌前竖 其实推类的肩膀动作都主练前竖 上 extent挺直,左关节应该是垂直的 不过二进肩风和三进肩风的小伙伴 最好左关节内收15度 像我一样,避免肩风撞击 向下时大臂与地面平行即可 或者微微地向下一点 再向下其实已经锻炼不到前竖了 向上保持雅铃在头部正向上方 呼叫雅铃向碰 雅琳测平址 主要锻炼三角肌中速 中速发力带动大臂上台 小臂被动上台 手腕不差于发力 所以看起来就是手臂一肘 肘和腕部始终稍微弯曲 雅琳提起时 手腕向上转起到 比大拇指稍高一点 雅琳落下时手腕再转回 控制重量哦 也不要抬得太高 重量过大或者大臂高于肩部 斜方肌又要做回老大哥了 想象双臂是向外拉 而不是向上台 也能解决斜方肌代查问题哦 土生雅琳飞鸟 主要锻炼三角肌后速 可以借助凳子来完成 身体更加稳定 大臂发力 手和小臂助弹于发力 让雅琳吹齐而不是拉齐 稍微加以耳败的时间 锻炼下我波罗的小圆肌和港下肌 因为我的红肌纤维比例 远远高于白肌纤维 所以最后做个火箭推 锻炼下爆发力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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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